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所以選民進黨跟選國民黨 不要台灣完全不一樣的路 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說更多的新加坡有更多的資料 待會兒要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阿扁總統 最近突破性的說百年以來 第一邊有辦法在法虎跟法虎的記者 國際記者開視訊會議 要怎麼說 這是不是一個突破 來 我們先來看VC 更是直接挑戰台海的現狀 企圖改變並破壞台海的現狀 如果台灣有一個主張終極統一 前面向中國傾斜強力鼓吹連共制台 且此時不願意履行承諾 處處背隔阻擾國防預算的政黨取得政權 這對台美雙方長期以來所建立的負信 跟合作基礎 將是非常嚴峻的挑戰跟考驗 除了強調軍購重要性之外 陳水扁總統也呼籲美方 能夠盡速和我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以促進台美貿易的持續發展 另外陳總統在回答國外媒體提問時 也宣示了剩下一年任期的施政重點 還有一年的這個時間 我們會更加的努力 有關於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 有關於民主的鞏固跟深化 有關於台灣肢體意識的這個堅持跟實踐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個未來 能夠在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 一定會想到有一位總統陳水扁 他非常的堅持 而當被問到 他對新任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謝長廷有什麼樣的期待時 他便總統的回答似乎充滿弦外之音 我必須要引用克林頓前總統 他講他對於不惜政府 不惜總統不是沒有意見 但是他是卸任的前總統 所以他不能夠有任何的公開的批評 我必須要像克林頓前總統一樣 對於現任的總統不能夠來下指導旗 對於現任的總統也不能夠有任何的批評 阿彪總統說 美國只能一直叫我說人權 如果主權都不能說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到底是什麼東西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嗎 就違反美國的精神價值嗎 美國一直講人權之外還講什麼 民主自由 台灣你堅持這個東西 你不相信台灣是一個國家 所以旁邊的事情就是 國家的尊嚴未來的打拼很重要 馬英九是說 那不重要 我們先旁邊的經濟 人民三重 這個落地顧好就好 但是我要請大家 這是今天的聯合報 說亞洲美女出頭天 為什麼 因為環球小姐的競賽 全世界太多國家參賽 結果日本小姐得到冠軍 結果最有人員獎是誰 中國小姐 中姐 她叫中姐 我想請問 如果中姐最有人員 那台灣派參加的是什麼 台姐 台姐 有寫過台姐嗎 沒有 好 那中姐跟台姐以後怎麼分 我們也叫中姐 她也叫中姐嗎 還是我們叫華姐 她叫中姐 中姐 中姐看台灣 這樣就這樣 加助台灣 我要請問 就是說 我現在要問大家的是 證明到底哪裡錯了 他想中姐 那台灣到底叫什麼 你們說沒有人叫台姐 這樣我們派出的代表 會選出什麼 那我所以 馬英九說 第一個 不碰統獨問題 那到底台灣小姐要叫什麼 第二個 我當總統 把他改回來 那請問 當這樣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小姐 你把他改成中華民國的時候 你看你要叫什麼 這不就是統獨問題嗎 這有辦法回避的嗎 來 台灣人民要輸藥心 張鋒宜你在節目裡面 念法國總統三科技 沒有念 我可以跟他念頭前 是 今天要再後面 最感動裡面後面一句話 如果你們 如果你什麼都不想要 你就什麼都沒有 是 未來的名文是掌握在你手上 你什麼都不要的話 你後面什麼都沒有 是 所以這句話很重要 台灣人民你需要什麼 如果你真是說都不要 台灣的名文你又賣了 那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是 嘿 來